现在这个都对中国提出这个这个追责呀索赔呀 那么感觉呢就是欧美呀 这两家呢有些不大同调 或者说这种程度啊也不大一样 这个调门呢不是很一致 而是习近平现在也是开动全传机器啊 干脆是来个户怼 现在就硬碰硬豁出去了 你既然已经是 让到这个份上了 应该说现在退无可退嘛 那就干脆就是迎头相撞吧 那么 陈博士您认为就是说现在啊 这个事儿我们想到呢很多人现在就说这个 你这个赵立坚呀真是 愚蠢至极 本来这个国际社会呢对这个所谓这个阴谋论呀 这个起源论呀 不是特别在乎 之前说在我们 开始没有太在乎这个事 对对 这个反而给人 这个提供子弹了 本来人家没放这上面去想 哎 他是神助攻啊 来了一次这么一出这个 这个什么推文 弄的是大家哎 立马想到了对呀 你说的那我还没说你呢 对不对 你说是从美国来的那我还没说你是从中国来 实际上是我们节目当中咱们前几期节目都说过 那么这个消息这个所谓这个阴谋论啊 这个泄漏啊什么这种人工合成啊 这个在一月份就已经出现了 对不对 那么我说到而且这个中方的这个所谓这个P4啊 这个最早的消息来源是这个应该是财新 财新网 应该是财新网 对 对 那么这这道还真不是就是说从 是 国外宣伴 哎那是他自个人说出来 所以就说这后来这蓬佩奥不是也说吗 这是他们自己自己给捅过来的消息 对不对 那我我不用干嘛不用了 所以说现在这种 你认为这个这么这种 追责下去这个 中共方面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干脆或者说就是说 不管吧 你怎么说我不为所动 或者说 硬碰硬的去去那么短着 同时呢又又又有这种对抗又有合作 比如说这个我看这 今天这个中共这个媒体就在炒作这个 这个蓬佩奥啊 先是骂了一顿这个 这个中共 然后呢又说这个这个援助啊 哎我们欢迎 所以说好像认为呢这个你看 他前面说这些东西呢都是硬紧的 后面说这才是啊 这个要东西 要援助 这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实质性的问题等等 您怎么看 我这个还是要放在整个的中共 特别是习近平的总体 对这件事情来看的吧 这个事情我想他们研究了很久 开始也 可能想了一下的是 怎样 和缓和国际的关系 包括后来的 到各个国家去援助什么 口罩啊这个等等等等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东西无济于事 发现了整个整个的事情 和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凶猛 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 造成的灾害 造成的经济上的冲击 那是大的不得了 这个事情 他没法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 就是说他们后来判断 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中国认下来了 那么 这个事情就和其他事情完全不一样 这个事情就完蛋了 也就是说你的统治合法性就上市掉了 所以说他们现在采取的就是 有时候习近平采取的就是说 以公为首了 我现在 不能认这个事情 不像其他的包括贸易战 贸易战 开始印了几下 所以我也要还呀 后来发现印不过去了 你打不过了 你拼不过那个川胖子了 那个习胖子拼不过川胖子了 没有办法 我现在 退退 还可以 大家还 我就是 这是稍微 收点 付出一点代价吧 一点点代价 但是能够维持中美关系的 大局还可以 这样 相处下去 大体上相处下去 虽然有很多问题 大体上还能够 往下做下去 我中国还要 照顾上的往前走 我自己的权位 依然能够保护 但是这个疫情 这个事情 太大 没有办法 这么一百多个国家 这么死了这么多人 全球的经济 受了这么的毁 你想如果是中国 中共来承担起这个责任 那不是你这个 你完全就丧失了 任何统治合法性 而且你完全就 受到全世界的压迫下 不管是哪方面 经济上的 政治上的 甚至 军事上的 你都 没有办法 应对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认下来 你就死定了 所以不能认 坚决不认 不管这么这么荒谬 就是包括后来的甩锅那种 明明看着是非常荒谬的 我要提出一句话 那种过程是使得 整个的就全世界 对中国越来越问责的 很重要的关键点 大家过去觉得 中国中共这个虽然有很多 很多问题 他的 他的体制 他的这个 不透明 他的什么什么 等等 压制 压制言论 压制中国人 这些都是对他们来说 都是 是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是很 罪官痛痒的 不是罪官生命幼奸的 现在是我们国家 死了这么多人 我们 我们的经济 垮得这么厉害 那 你说你 如果是说是 以中共的责任 那必 必定要有个说法 必定要让你做东西 那么所以说其他国家 看中共的应对 是这样无耻 就是说 把 完全荒谬的甩到 美军的身上 这个 正常的儿童 那推你推不过去的东西 他只能觉得你这个 政权是 太邪恶 太邪恶 这个政权 过去没有认为这样邪恶 他大家 会 而且陈先生 陈先生 现在有一个 马上要要达到一个 一个数字 就说这个 美国这次新冠的这个死亡人数啊 马上就超过越战 越战了 超过越战的死亡人数了 所以超过越战的死亡人数 应该应该现在已经超过了 死了这么多人 已经超过了 死了这么多 打了这么多年的战争 成为美国的心理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伤疤 心理对 他心理上会发生 在历史上最大的历史伤疤 这个越战 失败了的 或者说 当时在各个复杂的条件下 没有成功的 一次战争 结果这次 这个疫情居然 突然都 死人了超过了这个东西 你说你说怎么是 这个民意怎么受的过去 怎么政府的意见怎么受的 不能过去嘛 这个坎过不去嘛 所以必须要追责 而且还有一个美国国内的选举 也是 是一个因素 就是说 你现在 和如果是 中共不追责 川普总统在疫情初期 就是说 已经传染到美国来了 也要出去应对的 延误 应对的怠慢 这个是 被反对党追的非常厉害的 被民主党追的非常厉害的 如果是说 你不追中共的责的话 这个你就 你就在这方面输了 最重要的事情上 输了一大头嘛 现在中共这个东西 确实中共有 最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比 川普还要大 所以 川普政府必须把这个事情 清清楚楚 非常强硬的向中国追责 这个这个是我确认是免不了的 不管是从选战来说 还从更高的 刚才说的 这个在美国的整整体社会的民众心理 国家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 这样的方面来看 他都必须追责 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欧美不同 就是欧美 欧洲就是缺少了美国后面一个 选战的这个一个压力 所以包括欧洲过去 就是去年一年 就在前年 他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欧美有欧美的利益 他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 稍微有所趋务 有所不同 所以他们还不觉得是 现在就必须要 完全去中国化 完全 因为他毕竟 投入了这么多钱 都建了这么多厂 所以等等 这样一个 他们的利益关系和美国 和中国的利益关系 稍微有点 落差 所以他们的 追究中国的调节 不大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 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情越闹越凶 越闹 这个全球的受到伤害 越闹越大 最终 大家 在一些 最基本的点上 恐怕必须要走到一起 而且很可能会走到一起 走到 就像中国 相当强硬的 追责 这个追责 当然不一定是索赔 也不一定 索得 大家从法律上 政治上各个层面来看 很难说是 从那里就会获得 直接的让中国 赔钱 等等 但是他还有很多 其他的办法 政治上的压力也好 他的办法 也包括经济上的 其他的中国的财富 中国的财产在美国的 有些人说你要搞这个的话 那 中国同样对等搞这个 是 中国一定会对等搞 但是 你中国在美国的财产 包括债券 包括他的整个的设备 等等等等 所以就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财产总和加起来 比美国在中国的 拉药还是要少得多了 那是 少得多了 所以说 你要是对等的话 中国也会吃大亏的 不管怎么说 这场战役 认真的做起来 对中国是极大极大的危机 就是对习近平 为什么他现在心之恋之的 就是这件事情 这样的事情 他认为绝对不能落在我 习近平政权身上 落在政权身上 那个政权就完了 他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所有的招数 他都 你们都给我使出来 所以那些 很下山滥的招数都出来了 也就是这个 我希望 好 那么谢谢陈先生的精彩 有点评 点评的就是说 应该说是很明了 就是说这个事情 之所以 太大了 硬碰硬 硬着头皮 不管怎么样 坚决不能认仗 认了仗 那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 硬扛到底 而且他还有一个 卷转一视线的方式 就是说 我现在挑起台海 挑起香港 对 因为习近平 当时已经做好了 所谓闭关锁国的准备 所以在香港的路上 大家看到 他逮捕这么多人 过去从来没有做过 这样的事情 逮这么多人 包括李祖民 过去从来没有被逮过 他这个我觉得 有点那个 陈先生 我觉得有点这个 以毒攻毒的这么一种 就说 就像转移转移 就说 你说我这有毛病 我跟你 我跟你来个更有毛病 毛病更大的事 我就 我就香港 就一国一制 又怎么样 我就 因为他们现在 包括那个 所谓中年办 现在公然干预 香港的立法会的 那个选举 因为立法会 有些民主派的议员 用西方 就是说 所有议会斗争 常见的一些方法 合法的方法 就拉布啊 或者这个等等 他们中年办 原来是 基本法写的 清清楚楚了 中共的所有机构 任何的派出香港的机构 不得干预香港的内政 除了外交和国防以外 不得干预 但是他公然就 他就是说 我就破出去了 我都破罐子破摔了 我 我就是要 全权的控制香港了 我就是 一国两制 你那些说法 我就 就是最后是 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又怎么样 香港变成 成为所谓 大亚湾的地区中间的 一个城市又怎么样 我就是 不让你香港 有特殊的地位了 但是 这点也要 考虑 考虑到 川普总统的 政治 政治决断 他的政治意愿 他能不能真正的 按照 前不久 他才签署的 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 就 干脆 你不愿意 要香港这个特殊 我也不给你这个特殊 你违反了这个 法案的中间 等等 我就取消你的 特别关税地位 这个东西 对中共还是打击很大 虽然习近平 他可能说 我就最后几天就认了 没关系 但是党内 有些人还不认了 很多利益居然不认了 因为出 香港去掉了这个特殊 关税地位的话 很多人的金融的利益 财产的利益 都会 中共的 其实下不了 所以他是不是要面临 党内的一些反弹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总的来说 习近平是下了这个决心 我就是 我因为我担不起 那个所谓疫情的责任 我就把其他的事情 都调过来 山峰点火 在其他地方惹事 搞事 你不要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大家脑子 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焦点 都集中在我这个 这个追责的问题上 我把你香港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我这个辽宁号也出航 突破这个第一岛链 等等等等 他都是做这种动作 就是说 我干脆就把事情挑大了 越好 挑成四面激活 你不要想在 这个最核心的 他最想避免的 这个追责问题上 来把我降降服 来把我降服掉 对 好的 谢谢陈先生 在这个话题的 这个点评分析 接下来来看看下面一个 就是说继续咱们聊聊 就是中国到底隐瞒了什么 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 有些什么样 就是能够